第2901章 接回来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杀 喊杀声 满星空都是 最混乱的一战 打得如火如荼 洪荒大族战的憋屈 诸天修士战的憋屈 天魔与恶魔战的也憋屈 打着打着 就成一条二了 三方皆如此 这边 志强巅峰已出黑洞 在灵星空 仲准帝眉头皆紧皱 如今诸天的乾坤 比他们走时 还更混乱 整个世界都彻底乱套了 打哪方 楚江王问道 环看着四方 洪荒 天魔 恶魔 都打 前面三句都是废话 最后一句 才是精髓 无论洪荒 无论天魔与恶魔 都是仇家 见了就杀便好 众准帝当即散开 奔赴各战场 因他们归来 诸天士气大胜 反观天魔恶魔与洪荒 很尴尬 并非所有的洪荒大族都被震出了虚无 并非所有的天魔恶魔都跌出了黑洞 相比诸天 参与混战的洪荒与天魔恶魔 兵力上差了太多太多 若曦 醒来 黑洞中 夜晨一路追一路呼唤 然 小若曦自始至终都无回应 她知不乏 还是那般夺天造化 夜晨谋足劲追了一路 愣是没追上她 寻到的仅是一道道残疑 曾有一瞬 她莫得驻足 她 一如一尊冰雕 一动不动 就那般处在那 只一缕缕绣发 微微漂浮 染着绚丽的神霞 也染着奥妙的道运 有一种沧桑难以掩饰 身后 夜晨追到了 气喘吁吁 已不知被伤了多少回 脸庞至今无血色 嘴角还时而躺一着鲜血 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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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霄宝殿嗡动 表达某种意思 夜晨自听得懂 力量该是攒够了 可以把若曦接回了 至于能否真正接回来 夜晨对宝殿真没信心 怪只怪若曦那丫头 太强也太可怕了 不过 总要是上一时 夜晨迈开脚步 小心翼翼地靠近 嗡 如她所料 待她踏足某个领域时 又见若曦身上 有一层光运蔓延 比先前的三次 都更加的霸道 天道 开 夜晨早有准备 伴着一声冷斥 施了大轮回天道 以此方法 来避开那道光运 不然下场依旧凄惨 两瞬之后 她又入黑洞 至此 她急剧五年的轮回同力 又消耗了个干净 先前强行送回至强巅峰 已耗损了太多的同力 所以说 朱天的那帮老家伙们 近来就是添乱的 一点忙没帮上不说 还给她撞了一身的伤 好不容易积攒的轮回同力 瞬间又没了 又一次 夜晨来到若曦百丈外 嗡 伴着一声嗡龙 宝殿出了小剑 噗 夜晨一声闷哼 一口鲜血狂喷 直接一头栽了下去 浑身再不见半点气血 只因宝殿出来时 吸走了她所有的法力 招呼都没给她打的 你大爷的 夜晨起身 没站稳 又栽倒 霸天绝地的圣体 气血本磅礴 可此刻去看 本该饱和的肉身 都有些干瘪了 已是行销鼓励 可见灵霄宝殿 吸得有多彻底 都抽光了 嗡 嗡 宝殿嗡龙俱颤 借了夜晨法力 神辉大圣 巍蛾如山月的殿驱 巍压乾坤 竟贞将若曦收入了殿中 成了 夜晨疲惫一笑 能见若曦收了 也不枉法力被抽干 有灵霄宝殿振着若曦 那丫头该是会老实些 她盘膝而坐 但要一把把地吞 急尽恢复着法力 若此刻还有地级天魔 她必死 战力不足一程 浑身上下皆是伤 连轮回同力都耗光了 嗡 混沌鼎很懂事 出小界守护 其后还有混沌火 天雷 连仙武帝剑也出来了 黑暗中得抱团取暖 她这一作 便是三日 三日来 若曦再无异状 静静立在殿中 也不动也不言语 古老沧桑之气 倒是能与灵霄殿起共鸣 三日来 朱天的大战愈演愈烈 乾坤还在混乱 更多洪荒族 被整出来 更多天魔恶魔 跌出黑洞 残破的星空 又蒙一层血色 至第四日 叶晨才开谋 补充了法力 愈合了圣区 重塑了圣谷 还无力修复小事件 其内狼藉一片 下次再吸我法力 打声招呼 叶晨白了一眼宝殿 便看朱天 朱天燃烧的战火 并没有熄灭 隔着黑洞的屏障 能听闻喊杀声 朱天 天魔恶魔 洪荒 三方大战急混乱 满星空都是人 都是战乱 叶晨深吸了一口气 倒想出去 可惜无同力 只得干看着 不过看星空战事 朱天是战绝对上风的 待收谋 他进了灵霄殿 尽力的若曦 没啥反应 不错 挺漂亮 这三围 嗯 差不多 楚轩的稍大些 叶大少摸着下巴 绕着小若曦 转起了圈 从头看到脚 又从脚看到头 跟楚轩 楚灵 还有无泪成的无泪 一模一样的 同样的美 看着看着 这货就伸了手 嗡 未等他触到若曦的脸颊 灵霄殿便嗡的一声 似是发怒了 也似是在大骂 人母狗样的 不要脸是吧 夜尘干咳 手又缩了回来 不是吹 若非灵霄殿搁着盯着 他会干些有趣的事 譬如研究研究若曦 为吗这般强 摸摸他脸颊 拍拍他的屁股 嗯 那手感 该是很柔嫩的 被撞翻了三次 总得找点利息回来 此刻还浑身都是伤呢 奈何 宝殿灵性太高 就盯着他 说到灵性 夜尘揣起了手 有些个疑问 麻烦解答 无须言语 嗡一声便吼 这些个话 是对灵霄宝殿说 他是否是古天庭女帝 夜尘第一问便直逼重点 看灵霄殿 没啥回应 他是否是你的主人 灵霄殿 依旧无回应 他 巅峰时修为是否超越地 热大的宫殿 还是没回应 夜尘深吸了一口气 又伸了手 摸了摸若曦的脸颊 不止摸了 还捏了捏 事实证明 的确很滑 嗡 沉寂的灵霄殿 终是有回应啊 嗡的一声颤 震得夜尘摇晃 俩眼冒惊心 刚站稳 便被飞了出去 很显然 是被灵霄殿扔出去的 你个不要脸的贱人 他 也是你能摸的 你晓不晓得 你摸的是谁 黑洞 夜尘终是停下了 灵霄殿这一阵 力道颇够分量 就说吧 那座巍峨的灵霄宝殿 就是不想搭理他 问啥啥不说 摸摸若曦的脸颊 他就着急上火了 待我大成 锤死你压的 夜尘黑着脸骂道 你家的主人 还是我捡回的呢 老子还搂着他睡过呢 一点不知啥叫感恩啊 本章完 第2902章 被控制了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轰 碰 轰 混乱的战火 燃满了环宇 因一个乾坤溺乱 朱天城战场 洪荒在骂 天魔恶魔也在骂 躲得好好的 稀里糊涂就被震出来了 自然 朱天的修士们也在大骂 主要是星空太那啥 不只有洪荒的大族 天魔与恶魔 还有雷电 烈焰火海 空间裂缝 黑洞裂缝 迷蒙的云雾 太多人打着打着 稀里糊涂就没影了 战死的或许不多 但遭雷劈的 被火吞灭的 被空间黑洞 裂缝卷走的 比比皆是 无人之数量 你大爷的 人哪 第八回了 又特么遭雷劈了 刚从裂缝出来 大战的轰隆中 骂声此起彼伏 历经了诸多战争 这一战打得最是扯淡 要时刻提防着对手 也要时刻提防着坑 如今的朱天星空 就处处是坑 一不留神 就会遭大殃的 乱套了 一切都乱套了 人王处在水墓前 嘀嘀咕咕的 先前还能稍微看清些 此番啥都忘不清 乾坤颠覆 法则逆乱 他这传说中的万事通 此刻也成睁眼瞎了 照这架势 朱天怕是会崩 福牙深沉道 忧心忡忡的 人王为言语 狠狠吸了一口气 崩不崩坏他不知 但若乾坤继续混乱下去 朱天气急必会泄露 若被天魔欲捕捉 必有天魔入侵 一旦锁定了朱天位置 必有大地降临 阵容绝对不会比上次小 纵朱天不崩 也多半会被天魔踏平 棘手的是 他直到此刻 都还未寻到 乾坤溺乱的源头 凤 大楚须天之上 上摆的老准地 齐齐催动地气 朱天混乱 大楚也混乱了 这里跟星空不同 可不能不差错 须得镇压乾坤 以防天魔欲 然 乾坤太乱 地气也压不住 嗡嗡直颤 急到法则颇不稳 美美强行稳住星空 很快便又被震开 娘亲 玉女风上 夜灵呼唤声颇清灵 呼唤的正是楚轩与楚灵 两人位在跳舞 一左一右 处在草地上 也不说更无言语 皆如一尊冰雕 动都不带动的 绝美的鲜言 还略显目呢 被控制了 月皇也在 翘眉不止一次微平 已看了两久 也看出端倪 好好两个人 咋就浑恶了呢 还有先前末的起舞 也颇诡异 绝非两人本意 也得亏他在此 不然必出乱子 所谓的乱子 自是指诸仙剑 又蠢蠢欲动 若仅夜灵一人 他多半已出手 灭杀楚轩楚灵 奈何五年岁月 他还是未恢复 依旧是虚弱状态 若贸然出手 纵控制夜灵 也不敌月皇 老爹 快回来 娘亲病了 夜灵双手合十 暗自做着祷告 此刻才知 所谓的跳舞 非表面那般简单 两位娘亲 必是出了变故 黑洞中 夜晨豁得开眸 就在前一瞬 恍似听到了呼唤 乃夜灵的呼唤 雪融与水 有太多事 就是这般奇怪 一个在黑洞 一个在大处 明明距离很远 却是听得到 嗡 嗡 还在黑洞的灵霄殿 两次嗡洞 而后 便又卷着若曦 顿入了他小世界 轰隆一声 坐落在了大地 轻点 夜晨脸色又黑 震得颇不好受 小世界本就破损 若被灵霄殿震坏了 那伤势 就不是一般的难受了 嗡 嗡 灵霄殿依旧在颤 不知是何意 颤着颤着 便见一丝光运自电中飞出来 方向明确 进了夜晨眼瞳 夜晨挑了眉 亏看那一丝光运 自其内 寻到了古老力量 神秘而可怕 饶视他 也未能堪破出处 为及多想 他当即调动了本源 灵霄殿此意该是很明显 要让他炼化光丝 至于有何神力 尚不知 随本源包裹 光丝溶解了 锦衣顺 夜晨顿绝同力复苏了 虽极为有限 但也需耗他十天半个月的来凝聚 这真真意外之喜 可还有 再来 夜晨眸光璀璨 进步之灵霄殿 还有如此的神力 仅仅寄出的一丝光运 便能恢复他颇多轮回同力 灵霄殿未扯淡 又出一丝光运 夜晨未耽搁 强行炼化 同力又补充 还与先前的叠加 再来 不够 继续 麻溜达 夜大少的话语 一句接着一句 并非贪心 而是极具的同力 不够施展一次天道 得先出去再说 灵霄殿颇善解人意 平出光运 不知第几个瞬息 他微微闭眸 下一瞬 便又豁得开河 黯淡地轮回先谋 莫得绽放了璀璨先芒 同力虽未完全复苏 足够支撑天道了 回家 夜晨一个天道 顺出黑洞 在现身 已在混乱的星空 速速送他回大楚 方才站稳 便闻天外明明之音 颇是飘渺 不知出自何处 亦不知何人所说 只知一语古老如威严 夜晨皱了眉 确定未听错 即使未听错 自知话中那个他 是指谁 必定是若曦 他该是不能随意出大楚 才致使诸天恶难 此刻 猜测得以印证了 我 他扶了手 寄了地道御门 杀 战 透过通道 他能清晰望见外界 战火硝烟 而他诸天 依旧占据着山峰 满星空追杀天魔恶魔 连带着洪荒族 也一并烧上 士气正盛 但 打败洪荒 打败天魔恶魔 仅暂时的胜利 乾坤不平忌 诸天必有浩劫 必有天魔恶魔在入侵 收了谋 叶辰一道璀璨的神盲 直奔玉门出口 须尽快赶回 须尽快将若曦 放回到大楚原来位置 带回大楚 他直奔天玄门 你压的 还知道回来 人望眼醉间 打老远便忘记了 叶辰为搭理 立在飘渺苍穹上 俯瞰着天地 瞅瞅着看看哪 好似在找啥东西 找啥呢 自是在空旷的地界 灵霄宝殿 可是比山岳还大 很快 他寻到了 嗡 伴着一声嗡龙 灵霄殿在空显化 咕咚 简直 天玄门八成以上的修士 都猛吞了口水 我娘了个乖乖 那个大家伙 是一座宫殿吗 未免大得有点太吓人 不止个头儿大 威势也贼强 压得整个天地 都嗡嗡晃动 灵霄宝殿 人王震了一下 眸光灿灿生辉 望得见宝殿的牌匾 那该是传说中的天庭第一殿 只听说过 今日还是头回见 的确不凡 的确够大 的确够强悍 紧紧气势 就压得他喘不过气息 夜晨竟给搬回来了 那是无价之宝 看白玉龙以与灵霄铁棍变枝 能做天庭的第一殿 哪能是不牛叉 本章完 第2903章 乾坤平记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轰 轰声乍起 灵霄宝殿落地 落地的一瞬 天玄门遭了大秧 以那片天地为中心 太多的山岳被震得崩塌 太多悬浮的宫殿 被震得自空跌落 青砖瓦片崩得满天飞 也是在那一瞬 那混乱的乾坤 莫得平记一分 晃荡的天地 也随之吻了一分 能见阳光斜洒大地 而后 遮天的乌云 渐渐消散 与那撕裂的雷电 一缕接着一缕的枯竭 汹涌翻滚的火海 也恍似遭了大雨 成片的被淋灭 那肆虐的空间和黑洞裂缝 竟也一道道地愈合了 再看那花草树木 本是在枯萎 或者已经枯萎 竟又复苏 又重新生长 又一次焕发了磅礴生机 整个天地 都清明了不少 这 浮雅惊愣到 一头的雾水 乾坤平记了 人亡一步登天 俯瞰四海八荒 冥冥中自有某种诡计 先前因乾坤溺乱 轨迹偏离 而如今 溺乱乾坤的贫迹 明明轨迹 又正常运转了 不止诸天门 玄荒与幽冥大陆 也都如此 遮天的云雾散去 阳光清洒世间 昏暗天地 又一次亮堂 去看星空 字也一样 混乱的大战 因此变化而歇战 无论诸天修士 洪荒大族 亦或天魔恶魔 都齐齐仰手 都被搞得极其的狼狈 这下好了 可以安安心心干架了 也不用再担心 有掉坑里了 还是清明的星空 看得舒服 咋就秃得恢复正常了 看 酷竭的古星 恢复了生机 一切都变好了 诸天人满怀喜色 环看着四方 再不见阴雾 再不见雷电 再不见火海 再不见裂缝 比起先前的混乱不堪 如今的星空 看着才顺眼 愣傻 打呀 圣元皇扎虎 打破了一方宁静 哄 碰 哄 话落 歇战的星空 又起战火 诸天士气大圣 真就是一条二 捶完天魔揍恶魔 揍完恶魔图洪荒 退 速退 天魔恶魔思赫 又顿入黑洞 退 速退 洪荒大族丝毫 满星空地跑 走 拿走 诸天修士冷哼 无视天魔恶魔 就追着洪荒族打 主要进不去空间黑洞 主要看洪荒族更不爽 难得出来溜弯 哪能让他们逃回去了 扑 扑 扑 洪荒大族又惨了 满星空地跑 满星空地被追杀 若所有的洪荒族都出来 尚能与诸天刚一刚 可尴尬的是 被混乱乾坤逼出的种族 并非全部洪荒 又哪会是诸天的对手 干得漂亮 又轻一波 眼见各大战场 福牙不由孝道 颇抗愿地说 这乾坤混乱 倒帮了诸天大忙 不知逼出多少洪荒族 人亡不语 只看灵霄宝殿 他的心思还是很缜密的 先前 正是因灵霄宝殿落地 诸天才恢复正常的 难不成 是宝殿的缘故 那真是阴年 灵霄宝殿前 叶辰难难自语着 能望见立在其中的若曦 他回归了大处 诸天的乾坤 便不再溺乱 可真正望见 他才震惊到骇然 若曦的存在 究竟牵扯了多少 仅是他一人 便造出这般大动静 未免太吓人 他是集诸天乾坤于一身 干系如此之大 天明两尊帝 竟都未言明 险些让诸天崩了 叶辰清难不断 不免有些后怕 因他带走若曦 整出了这么大一个乱子 乾坤颠覆 诸天战火 星空至崩溃边缘 也得亏天魔未入侵 不然的话 他 将会是整个诸天的罪人 嗡 嗡 他看时 虚空突的嗡龙 旋即 便见两道极光滑天而来 仔细一瞅 正是白玉龙椅 正是灵霄铁棍 不分先后入了灵霄殿 龙椅 重回原来的位置 而灵霄铁棍 也重新化作了擎天柱 顶住了宝殿房梁 哎呀 长大了 人王方才落下 便一声扎唬 说着 他便进了灵霄殿 说着 他又出来了 这个出来 是被灵霄殿震飞的 前后不过一秒 便自天玄门横翻了出去 不得不说 姿势挺优美的 去看若曦 形态又变了 叶晨注视下 二十岁模样的他 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一次一次的变小 直至恢复两三岁才停下来 呦 意思 叶晨呆呆道 脑洞顺时大开了 这若那啥时 来这么个变化 会出人命的 由大变小 谁他妈受得了 这得啥样的人 才想得住你 叶晨择舌 想起小若曦的可怕 心灵就忍不住打战 当之无愧的万遇至尊 纵失地 都不敢去聊吧 这 就是灵霄宝殿 比山岳还大 值老钱了 谁买得起 众老家伙多聚来 皆扬着脑瓜 都在仰看灵霄殿 巍额磅礴 高耸入云 眼神不好 一眼都望不见房顶的 而那块牌匾 威势最强 寥寥四个字 气势辉弘 迎面扑来的古老气韵 撞得巅峰准地 都上不得前 这下 无需地兵守护了 伏牙捋着胡须 唏嘘不断 这话 叶晨颇认同 这灵霄殿 可比地兵好使多了 自行护主 谁都无法靠近 若宝殿不愿 就红尘那个级别 多半连大门 都进不去的 纵能静 若对上若曦 下场不要太好 叶晨 呼唤升起 月皇从天而落 这是 未等叶晨回话 月皇便震惊了 打老远去看 还以为是坐上 走前来看 才只是一座宫殿 有莫名的道运仙气遮掩 连他方才都看走眼了 灵霄宝殿 真给搬回来了 小意思 叶晨说这话时 腰板挺得笔直 这个大块头 我可扳不动 有时候用脑子更好使 忽悠若曦抱他大腿 忽悠小丫头说那句话 比啥都管用 月皇欲口微张 神色是正然的 正正地望着灵霄殿 也被气运射得喘不过气 天庭第一殿太可怕了 老爹 是叶灵的声音 自月皇袖子里 跑出来的 出来后 便将楚宣楚灵带了出来 他俩都堕入了沉睡中 叶晨见之 眉宇顿得皱了 睡好久了 叶灵捏碎了一枚玉检 玉检中 封印着一幅幅水墓 有楚宣楚灵跳舞的场景 也有他们尽力的画面 连锁反应 叶晨难语道 他该是整个朱天 唯一一个见了若曦跳舞 又见楚宣楚灵跳舞的人 那每一个舞姿 每一个动作 都惊人的相似 如若复制 所以 这就更加证明他们三人 有着某种极为密切的关系 以致若曦在黑洞有变化 波及了他们俩 能否看出端倪 月皇轻语 自灵霄宝殿收了谋 叶晨摇头 一眼便能望穿他们 体内并无伤痕 也无反视 仅是正常沉睡 除此之外便再无其他 嗡 嗡 说话间 灵霄宝殿轰得一颤 继而 悬在半空的楚炫与楚灵 便被吸入了宝殿 一左一右 悬在了若曦身侧 通体都隆目了仙侠 本章完 第2904章 海胆亨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突得来此一幕 让人措手不及 月皇一愣 夜灵一愣 在场的老准帝们 也都一愣 这灵霄宝殿 成精了吗 好好的俩人 这就拽进去了 职业大少一人 神色还算平静 这等桥段 早在预料中 楚轩楚灵与若曦 有莫大关联 灵霄宝殿哪有不知之理 拽进去必有某种目的 几个意思 夜晨转身 盯着灵霄殿道 宝殿置若未闻 没啥反应 你个大块头 放了我娘亲 夜灵声音清零 也颇为刺耳 好吗 夜灵这个娘亲 喊出来 灵霄宝殿 翁龙的一阵颤 也不知是激动 还是上火了 颤得颇巨烈 在场的人 包括月皇与众准地 都被震得一阵裂浅 电梯有无上的气韵流逸 碾得天地动荡 也压得众位准地喘不过气息 尾压真太强了 夜灵吓坏了 躲在了夜晨身后 露出了半个小脑袋 这座电雨 貌似脾气不怎么好 还很容易暴躁 良久 才见灵霄宝殿沉寂下去 指食而颤动 此番并非上火 倒更像是玉门 孩子 他们还有孩子 麻溜放出来 夜晨脸黑了一分 少吓唬老子 嗡 灵霄店又是一声颤 而后 站在夜晨身后的小夜灵 也被扯入店中 动作之快 让在场的众多老准地们 依旧措手不及 争 夜晨不干了 顺手拎出了地界 放人 麻溜放人 在俺们的地盘 还敢横 混沌大顶与混沌火 一左一右 都跑出了小世界 悬在半空 大呼小叫的 早就看这座宫殿不爽了 灵霄店未搭理 也懒得搭理 夜晨未雨 一步踏入店中 碰 哐荡 很快 他就被宝殿震翻了出来 灯灯退了足时几步 若非月皇抬手挡下 他还得退出去十好几丈 咕咚 重准地气吞口水 那可是夜晨 或真价实的准地巅峰 霸天绝地的荒谷圣体 只差半步便是大城 屠戮过不止一尊地 其中还包括一尊中阶大地 竟被一座店阵翻了出来 这座灵霄宝殿 究竟有多强悍可怕呀 嗡 嗡 嗡 灵霄店连颤了三次 似是在说 我不伤害他们 你压的 奶凉快奶待着去 日后 自会放他们出去 你是真牛逼 夜晨竖了大拇指 意味深长的 在这么一瞬 有那个小念头 生了根发了牙 那便是带他大城 必定收拾这灵霄宝殿 你小子很狂啊 呀 这啥 棒棒棒 好东西 能卖好多钱 店中 频频传出下夜灵的话语 那小丫头 进了大殿 就不怎么安分了 瞅瞅这 看看那 还拎着一根小罐 瞧瞧那铜柱 戳戳那鼓灯 不是吹 他这一整套的动作 与夜晨当年进灵霄店时 真一样一样的 都像个小偷 咋看都贼头贼脑的 而且 那俩眼看啥都放光的 是亲爷俩 这 是灵霄宝殿给出来的鉴定 都不用辨认血脉关系的 看着所作所为 绝对是一脉传承来的人才 棒棒棒 夜灵还在瞧 哪有半点害怕 非但不怕 而且对宝殿 竟还多了亲切感 连吹拂的风 都是温暖的 姑娘很聪明 自认宝殿不伤她 的确 宝殿未发火 就连嗡声 都柔和了不守 像老爷爷 溺爱孙女那般 舍不得打 也舍不得骂 讲真 若是夜晨在悄悄打打的 她必发飙 有多远扔多远 溺爱你家的宝贝女儿 不代表也待见你 离儿啊 尝回家看看 夜晨收了地剑 说得语重心长 老爹 我会想你的 夜灵黑黑一笑 很是俏皮 这句尝回家看看 颇有深意的 也只晓夜灵懂 意思就是 能拿得千万别客气 多往家送点宝贝 事实上 小姑娘已在踩点了 所谓踩点 就是小偷标记 先瞅好哪样宝贝 完事 再寻思着偷 夜晨的本事 她学的贼溜达 夜晨最后看了一眼 转身消失 诸天乾坤恢复 可大战在持续 虽然被逼出的洪荒族 远不是诸天对手 但也不乏那些出类拔萃的 如他所料 洪荒的大能还真不少 待他杀到一片战场时 牛沫王与蛟龙王已被打残 二对一被打残的 再看对面的洪荒强者 气血滔天 本体乃恶龙 非地道传承 却是至强巅峰 战力堪与皇者其间 紫荆神袍烈烈 霸道的气韵 轰轰隆隆的 然 再调的人 待望见夜晨时 也都会耸得毫无征兆 便如这尊紫袍恶龙 如一道神芒 扭头便顿 他再强 还能强过大地 夜晨连中阶帝都图了 再来十个 也非他的对手 如 走得了 夜晨淡淡到 一步跨过了虚无 翻手一掌 遮天盖下 掌指间有撰文刻画 堪称蔑士 崩了那片星空 扑 紫袍一阵猎浅 当场喷险 哄 未等他站稳 夜晨如鬼魅杀志 紫袍恶龙骤然色变 飞身后盾 只可惜 一切都晚了 夜晨一直已到了 威力霸绝 洞穿了其眉心 扑 漆黑的血光 也甚为刺目 堂堂洪荒准地 可怕的至强疾 竟被一指绝杀 临死前一瞬 双目是凸显的 瞳孔是紧缩的 满眸刻满的都是恐惧 连惨叫声都未来得及 也是临死前一瞬 夜晨叹了手 失了偷天树 一手伸入了恶龙的小世界 其内的宝物 无论原石 丹药法器 被他一掌清扫 啥都没留的 除了这些 便是一道乌黑雷电 级别并不高 所属真雷级别 刺拉刺拉作响 被他捉了 丢给了天雷 你这逼格 到哪都晃眼啊 牛魔王他们接择蛇 摇晃而来 他俩二打一 被紫袍恶龙干得 抬不起头 夜晨倒好 一直给他秒了 就说嘛 途过地的 都是狠人 夜晨一笑 转身不见 而他走后 有两道极光飞回来 乃两道地运 一边一个 融入了牛魔王 和蛟龙王体内 当时馈赠了 宝贝 牛魔王咧嘴一笑 丢了战斧 宝贝 蛟龙王笑呵呵的 丢了战毛 这大妖与这大魔 一条小长冲 一头笨老牛 正事不干了 就搁那头顶头 研究地运 很强悍 破 破 破 他俩扯淡是 夜晨大开杀戒了 又寻到洪荒强者 躲在了虚无 难逃他窥看 一掌扫出 一个万剑 朝宗直接烧走 吴志强巅峰 无人能挡住他的功法 而且 他拎的还是地剑 东方星域 他寻到了众位妻子 揭披着战衣 踢着堂血先剑 先言绝世 却煞气滔天 皆如女杀神 五年未见 你还活着呢 南明玉树白了一眼 一脸没好气 缺爱 你这是严重缺爱 夜晨撇嘴 左手放在玄女玉间 右手放在洛西玉间 灌输着磅礴的圣体晶圆 这俩媳妇 都受了伤 南明玉树一瞬脸红 吸言 临时化他们 则黑黑偷笑 嗯 夜晨默得皱了眉 望向了苍苗 双目微眯 就在前一瞬 他恍似嗅到了一股 颇为熟悉的气息 赵云 本章完 第2905章 魅力好大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怎么可能 夜晨喃喃自语 的确感知到了 也只惊鸿一现 便消弭于无踪 却给他一种颇强烈的感觉 赵云又来诛天了 倘若真是如此 那或是咋跑过来的 还有 魏玛不现身 他能感知到对方 赵云没理由感知不到他 还学会躲猫猫了 夜晨摸着下巴 嘀咕了一声 当年的你 很青涩吗 莫看了 继续找 冥冥之中 似是有这样的对话 仿佛听得见 又仿佛不存在 朦胧飘渺 演了一抹似真似幻的迷离 看啥嘞 西眼也抬眸 望向了苍苗 看天上 会不会掉钱 夜晨玩笑一声 随之收了眸 他们一同上路 去各战场驻战 星河的尽头 夜晨寻到了虎娃 与前世一般 使得还是棍子 棍上染满鲜血 他一煞气滔天 自尽了星空参战 不知打灭了多少洪荒准地 北方 夜晨见了刀皇和独孤奥 哥俩伤得不轻 该是遭遇了洪荒族志强 相互服鞋 走得亮亮强强 比起他 诸葛宇就活蹦乱跳了 主要是他怂 专丑弱地打 杀出了尸山血海 正哥福林那嘚瑟呢 我都奇怪 回回残废都有你 南方 夜晨唏嘘地看着小元皇 这只猴儿 逢有战乱 就没见他完整过 缺胳膊少腿 常有的事 小元皇年不拉几 夜晨话不假 也不知是他实力不济 还是专找强者硬刚 一战大战下来 近乎半死 老大 远远 便听闻呼唤 乃夜晨尘 身体绕着三道雷霆 皆是从洪荒抢的 大老远跑来 要献给本尊 道深吗 还是很懂事的 没白疼你 夜晨收了 反手就是一道地运 在场的如星月圣女 柳翼 南宫月他们 也都有份 待地运收集足够多了 诸天有一个算一个人手一份 轰 轰隆隆 战火 未曾湮灭 颇多星空 还有轰轰隆隆声响 诸天修士耳朵贼好使 哪有动静便往哪凑 总能逮住逃顿的洪荒族 族三日 洪荒才逐渐削弱 族九日 星空才堕入平静 战争 终世落幕 修士纷纷踏上归途 笑声不断 此番一战 诸天大获全胜 一个乾坤溺乱 不止坑了洪荒 同样坑了天魔恶魔 双方皆非全部兵力 战力不在全胜状态 被诸天接连杀得大败 不过诸天一有损失 战死的有 被雷劈死的有 被烈焰坟灭的有 被裂缝吞没的有 损失也不算小 轰 碰 归途中 突得又闻轰鸣 回归的诸天修士们 耳朵竖起 顿得又来精神 很本能地以为 有洪荒被寻到 拎着家伙直奔一方 待杀到后 望见是尴尬的一幕 哪有洪荒 哪有战乱 分明是叶尘那货 在摁着一条小长虫抱锤 嗯 也就是龙杰了 已被踹得不见了人形 龙杰是个人才 也是倒霉孩子 大战未受伤 却被叶尘打残了 都不知哪跟哪的 稀里糊涂就被揍了 天地良心 他真没跟着机宁霜 都是巧合 恰巧被叶尘撞见 其后的桥段 世人已然可以自行脑补了 师娘 你魅力好大哦 吸言兮兮一笑 众女也一样 多在眼嘴偷偷笑 细数一下 龙杰哪次来大楚 哪次不挨揍 但凡他在场 但凡金宁霜也在场 那或指定被捶 极其灵验的 再看东神瑶池 就有点呆了 自当年融了四步无字天书 就一日更比一日呆 通常一人坐在那 半天都不带动弹的 是个很好学的姑娘 回家 叶尘拍了身上灰尘 终是走了 脸上还刻着一个爽字 时刻都在昭示着一句话 不可否认 今日火气是有点大了 主要是某人不长记性 去看某人 还搁那趴着呢 唉 咋又被揍了呢 俺老牛心善 带你一程 小元皇和奎牛 一左一右上前 说得好听 是带人回家 实则是在龙杰身上翻宝贝 手法贼嫌熟 这事儿他们常干 谁谁被打猛了 都会有这巨目 白捡的宝贝 为嘛不要嘞 然 一顿翻找 零食不见一块 小玩意儿 倒不守 如梳子 如手绢玉簪 如手镯戒指 莫说三流 九流都算不上 都是不值钱的小东西 可就是玩意儿 某人是若珍宝 都是他买的 从叶铃那买的 为了买这些 带的原石花了的金光 啥 这都啥 未翻到宝贝 俩货骂骂咧咧的 不知何时 叶晨出玉门 天旋门中 众志强巅峰扎堆 都围在灵霄宝殿前 也多扬着某网上看 这座宝殿 也未免太庞大 除了那些站着的 还有趴着的 躺着的 在树上挂着的 在碎石堆里 叽叽歪歪的 都是不怎么安分 想进殿瞧瞧的 皆被宝殿震翻了出来 天庭第一殿 果是名不虚传 东皇太兴唏嘘 心境颇震战的 比起这座殿宇 天旋门的宫殿 都好似小土堆 没对比就没伤害 好强的气运 圣尊地基青南 亦是心神震撼 堂堂至强巅峰 只差半步 便是大地了 立在宝殿前 竟喘不过气 俩他们都如此 更莫说其他人 至强巅峰还好 普通的准地 都被气运射的 连往前走一步都困难 有这座殿守护 若惜无忧 楚江王择了蛇 谁特么进得去 那些被震翻的准地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此庞大的宫殿 是很容易建起的 可怕的是 那宝殿上的气域 以恢复小娃形态 六神将摸了下巴 能隔着殿门 望见里面的小若曦 还有楚轩楚灵他们 皆在沉睡中 知晓夜灵 拎着罐 还在殿中 悄悄打打的踩点 所以 震撼至灵霄宝殿的同时 重准地对若惜 楚轩楚灵的关系 更为好奇 长得一模一样 又被灵霄殿 带入其中 不难说明一个问题 干系到诸天乾坤 是他无疑 龙爷也在 双目之光极其深邃 口中的他 自是指那无上存在 除了他 谁还能搞出这般大动静 说话间 夜晨从天而降 他看得非宝殿 而是楚轩楚灵 还未苏醒 左右个一个 悬在若曦身侧 气韵交织 连道音都共鸣 如此关系 得有多密切 听说 诸仙剑毁了 人王侧手 用手指 戳了戳夜晨 毁了 夜晨露出一抹笑容 如是重负 该死的诸仙剑 终是葬灭 睡觉能睡安稳了 再不用担心他捣乱了 何止他如是重负 众人亦如此 看那神态 都被诸仙剑 搞得焦头烂额 如今毁灭了 真乃大喜事 日后 只需提防外遇入侵便 至于洪荒 怕是没胆量再出来 可知他的来历 夜晨俯首 取了那低年绸写 本章完 第2906章 有灵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是神虫 人王见之 深邃双目盾的威眉 真就认得 而且 神色还破显不自然了 眸中难掩的是一抹忌惮色 是弑神虫无疑 龙爷皱眉道 神情也不怎么好看 瞧他俩表情 夜晨变之弑神虫 不是傻好玩意儿 连地之残魂 都露忌惮色 这虫子该是有多吓人 哪来的 造化神王开口 望向夜晨 黑洞 夜晨轻拂手 寄出了一幅画面 其内显化的 乃那漆黑漩涡 以及漩涡连通的未知领域 和粘稠的血 这 这么多 圣尊一经 众准地也多如此 有属女准地 瞧见满地粘稠血 脸色苍白一分 看样子 都有一种大吐特吐的冲动 那都是虫子啊 这也太 天老挠了挠胳膊 鸡皮疙瘩坡洞 黑洞处处是坑啊 准地堕入 也未必出得来吧 种准地也一样 看得头皮直发麻 生命力很强悍 极难炼化 夜晨颇善解人意 收了那画面 再特么看下去 在场的女准地 多半真会吐 连他都看得浑身机灵 古老传说 此虫吞天是地肯乾坤 没他们不吃的 生命极顽强 炎黄悠悠道 唏嘘不断 那这虫子 哪来的 扶牙揣着手 还看着种准地们 不知 万事通的人亡 也轻摇了头 他都不知 更遑论其他准地 抽空再入黑洞 加持封印 好说 夜晨拎出了酒壶 纵人亡部说 他也会再去 吞天是地肯乾坤 若当真如此 那弑神虫 多半也能吃封印的 可不能让他们出来了 这若流落到朱天 天晓得 会有多少人遭殃 夜幕 悄然间降临 天旋门摆了酒宴 也不知时故意的 还是故意 就摆在了灵霄宝殿前 在座的 乌衣例外 皆是志强巅峰 月皇妹子 抽空聊了 别闹 我先聊 滚 我先聊 酒宴的气氛 还是极为热聋的 总有那么些个老家伙 趁着酒意干些不正经的事 其后的画面 就格外养眼了 没有一个嘴剑的 都会被丢入灵霄宝殿 而后被宝殿扔出来 交换一下资源啊 必须的 较为含蓄的准地 都私下活动 凑上一桌 时而会从袖中 掏出几部古卷 嗯 也就是传说中的珍藏版 大楚 原来这般有活力 龙爷唏嘘 瞅瞅皇者 看看神将 瞧瞧阎罗 扫扫老君 三界的老家伙们 基本凑到大楚来 别有韵味 哼 多少年了 才有这般热闹 期间夜晨曾起身 找宝殿沟通 已是很明显 想送些人才 静殿中去修炼 却被灵霄殿 震得一阵眩晕 独爱小夜灵啊 楚江王笑道 夜晨都不让静的 就让夜灵随意出入 也就让夜灵在里面修炼 好似也指他有特权 为此 灵霄宝殿还调动了气韵 给小丫头洗练身体 淬炼本源 看得众位老准帝 那叫一个羡慕啊 自然 之所以对小夜灵这般好 多半是因楚宣楚灵 也多半因他们 与若曦的关系 夜灵阁里面 咋闹腾都没事 至于其他人 哪凉快哪呆着 就这 还有那喝猛逼的老家伙 还想死皮赖脸的进去 再出来时 是飞出来的 比醒酒药都好使的 深夜 夜晨才起身离去 楚宣楚灵和夜灵 还在宝殿中 他们的安危 他并不担忧 整个大楚诸天门 恐怕就属灵霄店安全 众准地也散场 皆为化解酒意 该是会睡得很安逸 无入侵无硝烟战火 亦无诸仙剑 便少了顾忌 这边 夜晨已踏入幽静的小道 走前要看看红尘六道 那俩在黑洞伤得不轻 若曦那时六亲不认的 远远 他望见了一人 斜躺在老树下 倚着树干 独自一人饮着酒 头发略显蓬乱 嘴边多壶茶 神色多颓废 宁静的夜 不见丝毫惊气神 那是慕留青 洪荒的 浩灭神王 见过前辈 夜晨拱手俯身 这一拜 浩灭神王 也是对痴媚邪神 吃了九转还魂丹 便是容了苍蓝 一人的命 两人的情 如今 都刻在了他的体内 浩灭神王微微 一笑 笑得牵强 哎 夜晨心中一叹 轻轻走过 然 走出两三步 他幽默地定了身 下意识地回首 双目近乎微眯成现 死死盯着浩灭神王 就在前一瞬 他似是嗅到了邪魔的一丝气 他又折返了回来 一语不曾言 一直点在了目流青眉心 失了奥妙的仙法 自神王体内 牵引出了一丝神光 比头发丝还细千百倍 不仔细去看的话 都看不到的 正是这一丝神光 有苍蓝的气 四隐若现 灵 夜晨粘着那丝神光 放在了眼前打亮 是越看眸光越璀璨 没错 这一丝神光中 有邪魔的一丝灵 有灵啥都好办了 譬如 复活苍蓝 是他 是他 神王也早起身 满含泪光地盯着那丝神光 先前在体内 未曾感知到 如今被夜晨射出 能清晰嗅到 有灵便是希望 哪怕仅有一丝 也能让苍蓝重现人间 这仅是时间问题 夜晨为单个 当即取了长明灯 将苍蓝的一丝灵 融入灯芯中 一朵小若灰尘的火 随之燃起 日后颇的多岁月 只需让它吸收日月精华 吸收天地灵力 便可一点点复苏 当然 若有元神之力滋养 会事半功倍 百年之前 同样是献祭的念威 也曾有那么一丝灵 便是以此方法复活的 历经了十年花谢花开 多谢 多谢 后面神王激动不已 热泪盈眶 双手颤抖着 小心翼翼地接过了长明灯 就捧在手中 生怕摔坏了 人间友情 忠诚眷属 夜晨深吸一口气 随之转了身 笑得颇开怀 就说嘛 师妹邪神 哪那么容易死 不久的他年 那微小的沙力之光 必成熊熊的元神之火 身后 后面神王已走 一手握着长明灯 一手抹着泪光 神态不再颓废 神采异役 略显勾楼的腰背 也挺得笔直 整个人年轻了很多 先前死记沉沉 如今已是荣光焕发了 天玄门深处 夜晨看了红尘六道 虽是魂恶 俩人的恢复力却霸道 被封在祭坛之上 静静沉睡 他又加持风力 见识了若曦的可怕 才知原本时空 为何那般惨 为何连大地都会战死 被诸仙剑控制的若曦 谁人是敌手 一人足能图了整个万遇诸天 所以说 红尘做得没错 可他 还是小看了若曦的作用 让他从世间除名 朱天崩得更快 这才有了六道逆转时空 一切都在冥冥中上演 本章完 第2907章 宝贝部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夜晨回横月时 夜幕依旧在 玉女风 冷冷清清 某人很自觉 推开了一间闺房 说得好听 是给媳妇盖被子 盖着盖着 就死皮赖脸的 钻被窝里了 走路没事吗 是你这头猪 睡得太死 滚蛋 别闹 房中的对话颇有意思 听音色 乃难民玉树 睡得正安逸 一条腿就 踏他身上了 还贼重 压得他喘不过气 睁开眼 便见一个叫夜晨的祸 话语声 很快便湮灭了 大厨的帝师皇 终是赖在了床上 搂着媳妇睡觉 美美的 这个夜 整个诸天都安逸 历经了战乱 打退了天魔恶魔 镇压了洪荒大族 连诸仙剑也被毁灭了 终是能睡个安稳觉了 待阳光再倾洒大地 新一轮的休养生息 会重新拉开序幕 日后颇多岁月 或许都不会有战乱 满目创意的诸天 会在平静中 暗暗铁是伤口 准备迎接黄金大士的到来 时代在满了光明 天色为大亮 便见一对对修士 披上了战甲 手握着战戈 步入了星空 是打扫战场 是巡逻 也是找洪荒 修复着破损的心欲 重塑着崩坏的古星 遮着星空的血雾 逐渐被驱散 战后的狼藉 也都清扫一空 从未这般安逸过 若再出一尊地 就更完美了 大成圣体也行 各个星空的话语 皆此起彼伏 多欢声笑语 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多场大战的磨练 多场大战后还能活着 他们都已是精英中的精英了 战火的洗礼 也是一场造化 扑通 天色刚亮 夜晨便被扔出房间 在地上摆了一个大字 方才出房门的上官寒月 看得一愣 已在做餐时的柳如烟 也是一愣 正在舞剑的灵石画 还是一愣 这桥段很养眼啊 天良 记得带被子 夜晨摆了手 若无其事地起身 若无其事地拍着身上灰尘 把某些不怎么光彩的事 说的那叫一个清新脱俗 整个人都跟没事人似的 林诗画和柳如烟 皆言嘴偷笑 可没人信你的鬼话 若非不老实 怎会被扔出来 俺们还不了解你 说着 南明玉树也出房间 大清早的 这姑娘眸中冒着火 怪只怪某人下手太重 逮住一个较柔软的部位 那是玩命的抓啊 职业病 可以理解 夜晨未雨 但那神情 很好的诠释这句话 不能那啥 还不能摸两把了 不得不说 手感还是不错的 早餐 颇事温馨 俺来蹭饭了 麻溜给俺准备好碗筷 熊二大呼小叫的 很嚣张地说 只因他那肉乎乎的手中 拖着一道雷霆 很显然 是帮夜晨找的 看在这雷霆的面子上 也得让老子吃饭 可惜 他小看了夜晨的节操 某人接了雷霆 便把小胖子扔出去了 当年谈我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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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 老子可还记着呢 这雷霆就算补偿了 靠 哇 伴着熊二的狼嚎 夜灵落在了山峰 斜阳这小脑袋 是一路目送熊二出去的 板板整整贴言闭上了 老爹 想我没 待收眸 夜灵黑黑一笑 小脚步很轻快 大老远便嗅到了饭香 就是来吃饭的 老爹厨艺可是大师级 你娘亲可醒了 夜晨笑道 递了碗筷 顺便扫了扫夜灵本源 与先前大不一样 还有浑身盗孕 也精粹不少 看来她家的宝贝女儿 在灵霄店中 也不只是捣蛋 大多数的时间 该是在误导 没行 小丫头说着 便一个轻扶手 哐荡 而后 便是这等声响 震得整个玉女风 都一阵晃荡 在看夜灵取出来的玩意儿 乃是一张桌子 更准确说 是一张桌案 类似县太爷升堂时 所用的桌案 灵霄店搬来的 夜灵嬉嬉一笑 为了搬这桌案 真真费老劲了 它是由仙金青铜所铸造 不是一般的沉重 不然 也不会再砸得玉女风 一阵晃荡 其上刻有神闻 更有古老气韵营绕 通体都蒙着那脸的神灰 乃不可多得的鲜物 不错 夜晨笑了 就说嘛 女儿很上道 来老爹 给你看样好东西 夜灵坐过来 偷偷塞给夜晨两部古卷 夜晨接过 下意识打开 噗 噗 噗 喷饭的声音 频频响起 连呆呆的机宁霜 也不例外 也得亏夜晨和杨兰不在 不然 必定也会喷 再看夜晨 鼻孔已热乎乎的了 总觉有一股暖流 躺一出来 不怪他们如此 只因古卷上的画面 太特么香艳 是珍藏版无遗 而且 还是楚灵和楚勋的珍藏版 不难想象 这丫头把两位娘亲 脱光光的画面 有多无法无天 就是不知 是何时拍的 此刻才拿出来 真给他们来一个 大大的惊喜 是宝贝布 夜灵扑上了一下大眼 笑眯眯的 是 夜晨这一字 说得语重心长的 完事 便把两部古卷 都揣进了怀里 这宝贝闺女 真没白养啊 去看柳如烟 他们 都在柔眉心 这小丫头骗子 也太那傻了 日后 得防着她点 这是众位娘亲们 内心的话 不然 也会被她家的夜灵 拍一个全身的 嗯 不穿衣服的那种 饭后 小夜灵便又急匆匆走了 是个上进的丫头 灵霄殿可是修炼的圣地 其内支气韵 飘渺古老 磅礴威严 悬傲的中道运 能隐约捕捉到道之意境 物质便是无上造化 夜晨也已起身 狠狠伸了揽腰 在众女白眼的目送下 登上了玉女疯癫 盘息而坐 若说 这场霍乱 谁伤得最重 非她莫属了 若曦的那四道光运 就她一人撞上了三道 此刻还能坐在这 那就是个奇迹 别看外表啥伤痕没有 其实内在已是伤得千疮百孔 如小世界 狼藉一片 有颇多裂缝 就差崩坏了 如道根 遭了重创 如原神真身 也已裂痕森染 她这一作 便是三月 三月来 朱天又在忙碌中重建 星空又多生灵气 不过 寻找洪荒族的使命 并未断绝 致死方休 三月来 更多人 去看灵霄宝殿 无一例外 皆被拒之门外 硬要进 也并非不行 得做好残废的准备 三月来 楚轩和楚灵 未曾醒来 皆在沉睡 还有小若曦 也睡得颇安详 只夜灵一个 安心盘坐悟导 嗡 嗡 嗡 灵霄殿时而轻颤 无比的柔和 生怕惊醒夜灵 还真是溺爱 比看夜晨顺眼多了 丫头还是很活泼的 最急的 当属朱仙剑了 若曦在此 楚轩和楚灵也都在 偏偏场景不合时宜 灵霄殿是何等存在 她再清楚不过 以她如今的虚弱状态 还远非其对手 真要硬杀出来 与之干架 她会被打得很凄惨的 于是乎 她还是选择折服 她藏匿的本事 还是那般玄傲 夜晨未察觉 重准地未察觉 连灵霄宝殿 也未曾觉察到一丝异样 本章完 第2908章 有变化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玉女风的夜 宁静祥和 已是第四月 夜晨依旧未醒来 静若磐石 纹丝不动 尖头已多了灰尘 目着月光 她圣躯灿灿生辉 有混沌道泽 缠绕其身 四隐若现 亦有道音伴着异象响彻 奥妙无穷 疗伤三月 体内小界已被修复 也重塑了道根 至于原神的伤 还需颇多岁月的滋养 暗伤难遇 微风拂来 清凉舒爽 夜晨圣躯轻颤 能清楚觉察到 天地间的压力 也便是地道烙印的压制 又弱了一分 感受颇真切 冥冥之中 她似望见了一道门 晴天般庞大 恍似近在眼前 又仿佛远在岁月的尽头 渴望不可及 然 那道门 也仅惊鸿一线 大成 夜晨喃喃自语道 自知那道门 意味的是什么 那是准地圆满的一道门 跨过去便是圣体大成 会是一道天欠 其难度 绝不亚于成帝 这一瞬 她开了谋 那门只惊鸿一线 足证明问题 她机缘还不够 连望都望不清 更莫说去闯了 须一场逆天的造化 大成的路 还很遥远 时隔三月十日 她第一次起身 又伸了懒腰 体内圣鼓噼里啪啦的作响 每一节圣鼓 每一寸圣躯 都时而有雷电撕裂 不是谁都有这等意象的 也指肉身 强到一定程度 才有这等景象 举手投足间 都有雷鸣声 说到雷 她望向了体内小世界 入眼便见那太出神雷 安静静悬在半空 天雷也在 时而跑来溜达 每每要靠近 太出神雷的反应 都颇为激烈 意思简单也直接 滚蛋 天雷多有意义 总寻思着 与之套近乎 忽悠太出神雷融合 至今都没结果 那道雷霆 就如毛坑里的石头 脾气又臭又硬 油盐不尽的 叶晨无奈摇头 这等桥段 与太出神火那时 如出一辙 就是不知 太出神火相容的那一天 她能否进阶大成 若是能纳裁戏剧 历史的一幕 也会惊人的相似 便如当年进阶准地时 太出神火 便是那个垫脚石 夜里 她下了山巅 远远 便瞧见一人坐在老树下 仔细一瞅 乃鸡凝霜 不知是在疗伤 还是悟道 如一座冰雕 一动都不动 微微垂着眸 一个人静静发呆 夜晨如风而至 蹲在了机灵双身前 伸手在她眼前晃了晃 未见有丝毫反应 好似 她就是个失明的人 如这等状态 时有发生 东神瑶池有些呆 整个诸天都知道 夜晨摸了下巴 瞅了一眼四方 又瞟了一眼星空 今夜花好月圆 这般浪漫 是不是该干点啥 最主要的是 机灵双此刻心神 在一景中 这般想着 她搓了搓手 准备抱摇尺回屋了 在这坐着多了 还是被窝暖和 还能相互取暖 嗯 靠谱 来天玄门 未等她触到机灵双 便闻天外音 听音色 乃东黄泰星 闻言 夜晨脸色黑了一分 有一种感觉 那娘们就是故意的 好好的春宵美事 你裹什么乱 楚宣楚灵有变化 东黄泰星又传音 此话一出 夜晨再不扯淡 当即转身 一步登天而去 再来天玄门 人影颇多 大半夜的 灵霄宝殿前 聚满了人影 清一色的准地巅峰 多半都是东黄泰星叫来的 不晓得多少人的春宵美事 被她搅得一团糟 其他人夜晨不知 但看九剑仙和仙母 明显是刚从床上爬起来的 特别是仙母 脸颊潮红一片 还有陈黄和燕妃 多半也正在忙 夜晨临天而下 站在了人影最前方 能透过店门 望见里面的场景 这一丑 顿得一正 楚轩楚灵和若曦都还在 若曦倒没啥 倒是楚轩和楚灵 竟都返老还童了 也变得如小若曦 成为一个两三岁的女娃 撒小姑娘 整整齐齐一排 都悬在半空中 乍一看 就如三胞胎姐妹 若不看修为与血脉 都不知谁是谁的 这 夜晨张了张嘴 就要进店去 嗡 灵霄店一声嗡动 将她震退 他俩 啥情况 夜晨卫强行进去 皱眉看着宝店 奈何 宝店卫搭理他 他撒 不会融合吧 有可能 俺在想 融合后 还是不是 拎出来 检查检查 倒有所言即是 众多老不正经的 个个揣着手 扎堆扯淡 你一言我一语 唧唧歪歪没完 节操也已碎了一地 多半也不知道脸是啥了 这一瞬 神将抬了手 皇者抬了手 阎罗抬了手 老君他们也都抬了手 那些个老不正经的 有一个算一个 全给扔出去了 这已是惯例 哪次聚一块 都有人不老实 都有人会被扔出去 哪次都有地老那件人 夜晨不语 若非心系楚宣楚灵 他定会把那帮老家伙 一个个都送到凡人间的皇宫 伺候皇上去 老爹 啥情况 店中 传出了夜灵的话语 正绕着那仨 小家伙转圈 神情错愕 一觉醒来 两位娘亲咋都变小孩了 不得不说 娘亲小时候的模样 还是很可爱的 粉嘟嘟的肉乎乎的 咋看 都像小精灵 不知 夜晨回着 还在静静看 自认灵霄殿 不会伤害楚宣和楚灵 但如今这桥段 着实有点担忧了 这好端端的 咋就返老还童了 这若真融合了 他会很难受的 那可是他媳妇 众人注视下 再无异状呈现 更无传说中的融合 撒小家伙静静的悬浮 都融目着仙霞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 有意思 人亡清难 龙爷也清难 子萱本不愿来 也被他俩拽来了 都是地道的残魂 凑一块说的话 都是一样的 有异语 不知当讲不当讲 有屁就放呗 老夫看这座店 很不爽 老家伙们多履胡须 何止他们不爽 在场哪一个都不爽 好歹是志强巅峰 门都不让进 窝火 三日悄然而过 期间不少人走 至五日之后 人影已寥寥无几 只叶晨还处在大殿外 不远处的人亡也在 与龙爷对坐 以博弈论道 只时而策谋 看一眼叶晨 那或如一针雕像 平静的有些下人 都是叶晨的好基友 是了解那小子的 越是平静的大楚地十皇者 便越是下人 可以这么说 若楚宣楚灵出便故 他定会 与宝殿不死不休 秉兴历来如此 嗡 许是叶晨的沉默 让人颇压抑 林霄殿轻微一声颤 好似在传递某种话语 无非就是不伤害之类的话 到第十日 叶晨才漠然转身 临走时 他还留了两道分身 喝一杯 人王与龙爷都招呼道 俩人倒是清闲 不悟倒也不修炼 有事没事就凑一块 搞不好以日久生情 改日 叶晨摆手 走着走着便消失了 在现身 已是后面神王的住处 瞧了瞧长明灯 几月的时间 邪魔的灵复苏不少 先前如沙粒 如今如小米粒 在静静地吸收心灰月光 慕留青也不闲着 原神力澎湃 一遍遍地滋养 外界之事 他已魂不在意 使命便是呵护邪魔的灵 叶晨未叨扰 轻轻来也轻轻走 苍蓝重回人间 仅时间问题 本章完 第2909章 地运幻雷霆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叶晨未回玉女峰 出了朱天门 不知走了多久 他才缓缓定身 寻了一片方圆不过百丈陨石 在旗上摆了一个桌案 继而 便画出了一道道分身 奔向了四方星空 都是带着使命的 所谓使命 便是传话 便是将一个消息散布出去 收各种雷 布白药 原石 法器 丹药 地蕴 秘卷 仙法 只要我有 只要你们有雷电 随便你们挑 雷越多越好 没错 圣体发力了 此番要谋足劲 容出混沌雷了 去搏那一个机缘 主要是受刺激了 刺激便来自灵霄宝殿 他这半步大城 竟连门都进不去 若林霄殿真要做坏事 他也只能干看着 他不喜欢无能为力的感觉 雷电 很快 消息散布开来 如生了翅膀 飘向四海八荒 但凡文职者 多摸了下巴 并不诧异 都是圣体 融出了混沌火 此番 是要造混沌雷啊 不白药 嗯 靠谱 可惜 啊 没有 帮忙找呗 圣体贼大方的 凡修是聚集之地 多议论纷纷 有雷电者 多已揣着自家的雷 跑去夜晨所在的星空了 既是荒谷圣体药的 自是会给 搞不好 真能融出混沌雷 搞不好 这能凭此机缘 进阶大成 那于诸天而言 实乃大幸 有大成坐镇 诸天会更太平些 纵在有外遇入侵 也能稳住阵脚 圣体一脉 旧式的一脉 大多时候 都在守护苍生 这份恩情是人记得 况且 夜晨真不白药 都说了 只要他有 随便选 只要价格合理合适 没有谈不来的买卖 待哪日去你家抢时 可就没得选了 大楚地诗皇的尿性 整个诸天人都门清 于是乎 平纪的星空热闹不少 多见人影三五成群 骑开玉门 奔向那片星空 并非所有人都有雷电 去看热闹的居多 大多数人 都已五年 未见圣体了 咋说嘞 甚是想念 小雷子 你的春天来了 混沌火说道 说秒直跳动 戴成混沌雷 咋俩揍他 混沌顶翁洞 轻轻蹭了蹭天雷 对这俩货的话语 天雷都无事 没空搭理 就悬在夜晨身侧 等着吃饭呢 他的春天 真的要来了 夜晨就淡定了 双手拖着下巴 百无聊赖地等着 如今可是看人品的时候 人品好了 自有人愿意拿雷电来交换 人品差了 谁大理你啊 融合步 许是太无聊 夜晨看了太出神雷 神雷无反应 游言不尽 夜晨一声干咳 继续他的等待 轰 轰隆隆 轰声顿起 但并非玉门的波动 而是大战的动静 正从远方一路打过来 能见仙光海洋 吞天那地的 夜晨斜了一眼 便又收谋 是谁在大战 他眼瞧得清楚 乃龙武于永生体 他俩 才是真的不安分 有战争时 个个很猛 休养生息的年代 也会自己个找事干 轰 碰 轰 伴着轰隆声 两人打到了这里 抬眸看去 大战动静真真不小 永生体 撑开了永生仙玉 龙武 撑开了太虚神土 皆为本命异象 一个如盖世神王 一个绝代仙王 站得如火如荼 地道仙法频频使出 没有仙法的硬刚 必有寂灭的光运 蔓延四方 因他们 这片星空多崩塌 去看四方古星 也都遭了大殃 可以得见 龙武飞永生体对手 不过比起当年 好了太多 往日哪次不失败的干脆利落 此番至少能正面应战了 所以说 永生体便是他的磨刀石 将他这锈铁 磨成了仙兵 赶出最深的 当鼠男永生踢了 多少次斗战 这个龙帝残魂 越战越强 对道的参悟 也遇得真谛 照这架势下去 终有一日他会打败的 靠 轰龙声 有大呼小叫声 第一批修士到了 来换雷电的 方出玉门 便遭了大战波动 被撞的翻飞 底蕴弱者 肉身都崩灭 得 又是永生体 与龙帝残魂 三天两头的打 安宜习惯了 我瞧见圣体了 哥那等着呢 修士远远必退 则舌中有唏嘘 只敢远观 不敢近看 看热闹 也得有实力才行 一不留神会丢命 我去 他大爷的 险些被卷进去 真真好险 来的人越发多了 遭殃者不少 刚走出玉门 迎面便被震翻 这片星空阴两人大战 已是混乱不堪 大骂声此起彼伏 天魔入侵扛过来 恶魔入侵也扛过来 洪荒大族作乱还扛过来 若被余威弄死 那得多扯淡 换个地儿打 夜晨传音一声 脸色还有些黑 还等着换雷电呢 也还等着戎混顿雷呢 你俩就跑这里 老子果乱来了 龙武于永生体气罢首 其转身 真就换战场了 俨然已望见夜晨法雷的脸 夜晨发飙 后果很严重 换雷电 两人刚走 夜晨便招呼一声 怀揣雷电的人 多已凑上来了 排在最前的 还是实熟人 乃齐王纳祸 嗯 也就是那头颇嚣张的驴 你竟有雷电 夜晨摸了下巴 一眼便能看穿 老实说 不打算与这头驴换 想直接抢 关系这般铁 谈钱多伤感情 不过 后面还有这么多道友了 明强显然不合适 说话得算话 可不能给人吓跑了 他没空挨个找 别小看我 齐王咧嘴直笑 并非人的形态 还是驴的模样 那俩大门牙 贼板正的说 还有那驴脸 拉得贼长 丹药 法器 仙法 要啥 夜晨坐下了 笑看着齐王 俺要 荒谷圣血 齐王化人形 搓了手 笑呵呵的 跑来丢放血 过分了吧 别的不要 就要圣血 来拿好 麻溜滚 夜晨扶手一缕圣血 一个顺手 射出了齐王的雷电 是一道霸绝的天雷 级别还算可以 能入法眼 得嘞 齐王那丝扭头跑了 跑着跑着 又变成一头驴 颇嚣张的 迈开四个驴蹄 扑腾扑腾 生怕夜晨反悔 夜晨深吸一口气 待下回再见 他定会教教齐王咋坐驴 还敢给老子放血 你压的 给你老子等着 前辈 俺能要递到仙法部 齐王之后 便是个憨厚的少年 体型圆滚滚 肤色有些黑 修为 也指黄晋级 咋看都是一个乖孩子 此事可以 夜晨微笑 轻拂了衣袖 玄机 一步接一步的古老秘卷 自他袖中飞出 每一步古卷上 都刻着秘法的名 如逆天换地 也如缩地成寸 但凡他有的 基本都在的 随便选 只能拿一步 多 多谢前辈 憨厨厚少年 浩厚少年 教了雷 便拿了一步 取得乃 缩地成寸 那可是顿逃 保命的仙术 他已不知 想了多少年了 本章完 第2910章 可还有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真给啊 眼见那 憨厚少年 取走了古卷 后面的修士 看热闹的世人 都唏嘘了一声 暗到夜辰的大气 一步地道仙法 无价的仙宝啊 论起两者的价值 绝对超越少年 那道雷电的 多谢前辈 少年朴实一笑 怀揣密卷走了 临走之前 还对夜辰 恭恭敬敬地 行了一礼 是欠夜辰大恩的 这么多次守护苍生 如今换雷电 给的真是地道仙法 总的来说 是他占便宜 身后 又有人补上来 此番来的 乃是一个白发老嫂 煮着青竹拐杖 皮肤褶皱 走路颤巍巍 腰背弯成了弓形 整个人都死记沉沉地 一瞧便知 时日无多了 求圣体 赐续命丹药 老嫂笑得疲惫 真大现将至了 说着 他取了雷电 亦是天雷 赤色的天雷 雷电星红 乍一看 还以为是一团血呢 雷鸣声 颇刺耳 巴文续命惊丹 夜沉微笑 俯首一丹飞出 多谢 白发老嫂激动不已 王荒接下 巴文的续命惊丹 足够他多活几百年了 这几百年间 他若能突破到准地修为 又会多出一千年的寿命 老子要法妾 老嫂刚走 一头狼妖便走上前 一个老子 说得霸气侧漏 这货的气息 也够磅礴 双目锐利有神 夜沉未言语 只胎谋斜了一眼 都不知这个圣人静的小狼妖 乃来的自信 跑他这称老子 顽皮 小 小的要法妾 狼妖顿得点头哈腰 呵呵一笑 都怪他平日嚣张惯了 也大大咧咧惯了 那一句 老子顺口就出了 笑呵呵中 他奉上了一道漆黑的雷 勉强算天雷 级别比先前的赤色雷稍弱 别一句一个老子 容易挨揍 夜沉被逗笑 俯首取法器 哇 经一声顿起 在场的人多仰谋 那一尊尊的法器 啥样的都有 金色神刀 适色仙剑 铜炉 骨印 太多太多 闪着各色的光辉 如一颗颗璀璨的星辰 皆为货真价实的准地兵 咕咚 此刻就连狼妖 都猛吞了口水 预期 要一尊大圣兵便好 谁曾想 夜沉竟取了准地器 真特么给面子 速度 只能取一件 夜沉悠悠道 已收了黑色雷 谢前辈 狼妖破麻溜 拿着金色的神刀 溜烟没眼了 生怕夜沉反悔 再给药回去 还是投回摸准地器 这是要飞啊 望着离去的狼妖 太多人羡慕 本是个圣人静 这若拎着准地器去干账 通级别之中 谁特么扛得住 圣体真大魄力啊 先前有一道雷 被我给卖了 我擦 心疼 不少人都捂了心口 也曾有雷 奈何没赶上好时候 比起出手阔气的夜沉 他们卖的钱少得可怜 前辈 我要赤色仙剑 又有人走上前 是一个小仙女 个头不高 古灵精怪的 与戏烟一个气质 一双灵澈大眼 扑闪闪的 这 也是个圣人 刚进的圣人 至于他的雷 哪一道紫色雷电 比黑色雷强点 算是垫底的天雷 要 只要是雷 都要 小仙女也走了 一路蹦蹦跳跳 对赤色仙剑爱不释手 或真价实的准地兵啊 他家族都没这级别的 俺也要法妾 拿 随便拿 只能取一尊 小友 你那万剑 朝宗不错 老头儿 挺实货呀 前辈 俺有地雷 要不要 不要 容易炸 方圆百丈的陨石上 热闹非凡 换雷电的不少 看客一波多 话语声频频不断 更多人跑来 俨然已成交易市场 而夜晨 也俨然成为一个会计 收天雷的会计 量价而给 遗憾的是 交换来的众多雷电 级别都不算太高 连一道神雷和天雷都没头 低阶雷电倒是一大堆 小世界中 天雷极其活跃 半空中 已悬了上百道的雷霆 他挨个地融合 比起太初神雷 那些雷电 都很懂事 当场归顺 对此 太初神雷直接无视 荣 你压得使劲荣 若没有我 纵来再多的天雷 你也成不了那混沌雷 真以为混沌雷那般容易出 外界 夜晨还在继续换着 来的人形形色色 人羞 妖羞 摩羞皆有 老人 女子 少年比比皆是 或多或少都有雷电 级别也或高或低 雷电的颜色 一五花八门 他 真如收破烂的 来者不拒 丹药 法器 秘卷 仙法 一踪踪地往外送 丝毫不知心疼 宝贝没了 会找地儿再搞 看家本事还没忘的 则则则 看客们 则舌了 则舌夜晨破例 也唏嘻夜晨的财富 半步大成的荒谷圣体 就是有钱 就是任性 这换出去的宝贝 哪个不是世间真品 可还有 不知哪一瞬 再无人走上前了 看得夜晨不免呼唤 别这样 有雷电就拎出来啊 咱又不是不给钱 这换出去的宝贝 无论丹药亦或法器 哪个价值不是 超越雷电的 良心价 倒是想换 没有 太多人舔了舔舌头 眼巴巴的 的确没有 夜晨眸光极其璀璨 一眼扫过 再长得有一个算一个 一眼便能看得通透 没一个是身负雷电的 他终是坐了回去 拎出了酒壶 瞟了一眼小世界 他的效率高 天雷的效率也不差 几百道的雷霆 皆已融合 雷霆之源比先前精粹不少 两壶酒下肚 是漫长的等待 夜晨双手脱下巴 又百无聊赖 不知何时 才见星空有人前来 乃一男一女 手牵着手 男的放荡不羁 女的先言绝世 风华曼妙 大眼一瞅 还是夜晨的老熟人 其一乃昆仑神子 其二自是华山神女了 他俩走道啊 都很眨眼的 就讨厌这好的 到处秀恩爱 世人多揣手 知道你俩是夫妻 这手就别牵了呗 在场这般多的单身鬼 你俩好意思搁着撒狗粮 夜晨慵懒的侧眸 随意瞥了一眼 哎呀 有雷 来来来 喝酒 此货麻溜起了身 迎出了陨石 颇是精神 也贼是热情 硬是塞两人中间了 一手拉着昆仑神子 一手拉着华山神女 他俩的雷级别超高 赤焰仙雷 你该是喜欢 昆仑神子笑道 俯首一道雷电 就说吧 级别不低 是雷电 却恍似火焰 雷中燃着火 火中融着雷 莫说天雷 连太初神雷 都跳动了一下 能入他法眼的雷 乃能是反品 真若排名次 是极为靠前的 这怎么好意思 夜晨放了两人的手 拿了雷电 口上说着 手却麻溜得很 跑出去迎接 为的是雷电 我其实不怎么待见你俩的 特别是你昆仑神子 拱了暗华山的小白菜 瞧见你很来气 昆仑神子与华山神女 都没答话 也没空地答话 你不好意思 还借得那般顺流 俺们也得实在点 的确 这对夫妻当 很够实在 两人一人拎着一个麻袋 准确说是大号的橱袋 夜晨那些个 还寻在半空的法器啊 丹药啊 秘卷啊 被他俩装了一堆又一堆 雷不是白给的 不知为何 想送你俩三个字 夜晨意味深长道 说 狗男女 滚 本章完 我认为何 还会灭 我认为何 你已经是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